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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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Roy 歡迎來到Arena 那今天呢 我要做的影片呢 就是 依然是介紹324的工具 那只不過這次的工具不太一樣呢 是這兩樣工具呢 是早在我兩年前 我就買了 那一路這樣用下來呢 其實 真的是非常的很常用 所以呢 最近在開箱這324的工具 那我就想說那與其這樣 那我不如把 這個兩個我覺得真的很實用 而且我自己已經用了 兩年的這個工具呢 給介紹給大家 那首先第一個呢 這個是輪框的 搭孔器 也可以叫輪框穿孔器 那這一邊呢 是它的固定圈 每個輪框不同size的固定圈 那你固定圈完之後呢 你找你的輪框 然後放進你 適合你的輪框的固定圈 放進去 之後呢 它會送你一個呢 兩毫米的這個鑽頭 然後呢 你就這樣子去鑽它 那這樣子之後呢 你的輪框呢 中間就可以打一個洞了 OK 那這個是這個 輪框打孔器的這個功用 功用 那這一個呢 是它這個 傳動軸的調整 調整器 那這個團 這個調整器呢 其實 對於我相信 對於玩單軸的朋友呢 單軸車的朋友呢 是非常非常的有幫助的 對 因為這個你可以 非常細微的去調 調解你輪 不是輪 是那個傳動軸 它的軸距 那你可以找到你適合你自己的長度 然後把它放進去 然後鬆緊度呢 你可以自己調 OK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就看影片吧 Let's end go OK 那我們這邊呢 有一個S2的底盤 然後呢 我們這邊用的呢 是一個這個 原裝的傳動軸來做示範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把它放進去之後呢 OK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我這樣 嘗試的去移動它 然後把這個 傳動軸 畫面給它切近一點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呢 可以看到它這個 些微的晃動 那可想而知 如果當車子馬達在跑的時候 它那個晃動的這個 幅度呢 將會更大 那這個呢 就是這個 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 零件呢 它的功用 就是針對於這個傳動軸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呢把傳動軸這個位置呢 先拿一個板子 在硬的這個地方呢 我們敲打一下它的這個齒輪的位置 當然輕輕的敲打 就位求目的呢 就是把它鎖緊一點點 OK 那你鎖緊一點點之後 你就把它放回底盤 比較一下位置 那比較一下它的空間 是不是需要做調整 那如果需要做調整呢 我們就用這個呢 去做些微的調整 當你這樣一轉動它之後呢 它就會往前推 然後你就可以由此呢 去調整一下它的這個 間隙的空間 然後調整到呢 你想要的空間的位置 然後你就可以看呢 現在呢 我嘗試的去移動它 它有一點點的鬆動 因為我只留了一點點的 間隙給它 你可能這邊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 當你實際操作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你的手指去感 感覺一下 它那個鬆動的空間 不是很大 非常的細微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確保呢 傳動軸呢 是在固定的位置上 但是又有足夠的空間 去讓它鬆動 然後不會導致這個 它的晃動幅度太大 然後導致動力的損失 那這就是這個 這個傳動軸的調整器的功能啦 那這邊呢 我們要介紹的這個呢 是穿孔器 那這邊我有一個大進五爪的輪框 那現在我把它打開 OK 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 就要去找適合它的這個固定圈啦 OK 那這個是適合它的固定圈 那你裝上去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一下說 它緊不緊 有沒有到底 然後是不是適合它的 然後各方面檢查一下 然後確認無誤啦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呢 裝進去 那在你裝的時候呢 你輪軸的位置呢 是朝上的 就要注意輪軸的位置是朝上的 然後我們再這樣把它放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把蓋子後面的這一根撞針呢 給它轉一下 那是把它給往外推 但當然不是完全性推出來 那只是往外推一點點 讓它有足夠的空間呢 能夠把這個蓋子呢 給蓋起來 那蓋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給鎖緊 當然不要太緊啦 就剛剛好緊就好了 不要緊到你拔不開 那就完了 然後呢 我們再把後面的撞針呢 給擰進去 也是擰到底 OK 然後確保它是緊的 OK 那這邊呢 這個洞呢 在這裡呢 我會用我自己的這個手鑽 那它也會跟一個手鑽 但是我自己習慣用我自己的這個手鑽 因為我覺得施力會比較方便 然後你 當你的鑽頭呢 鑽頭呢 懟進去之後呢 就開始去 用力的去 鑽它 往裡推 然後去鑽它 然後正轉一下 然後正轉到底之後呢 嘗試反轉一下 把那個裡面的那個 它的位置呢 完全性的給切割下來 對 然後就這樣子轉 OK 那基本上呢 這個呢 就是 完成品了 那我們現在把它拆出來 看一下 完成品是長什麼樣子 那這個位置呢 就花的時間有點久 所以這部分呢 我會快轉 OK 那現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了 它中間的這個孔呢 應該可以看到那個孔 我們剛剛打穿的這個孔 OK 那這個呢 就是你可以用輪軸呢 這樣直接把孔呢 這樣穿進去 然後你的輪軸就可以打穿 那你這樣就可以用長一點點的軸了 那這樣呢 也確保你的這個 輪框呢 也不會說太容易 鬆動 或者是 掉輪框 諸如此類的 OK 那現在大家看看這個孔 OK 然後呢 但是它這個有一個好處呢 它打是打前頭 它不會碰到後面輪軸的位置 OK 那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麻煩按讚訂閱分享喔 那你有任何的問題的話呢 請在下面留言 我第一時間看到呢 會馬上的回覆你 謝謝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記得要按下這個小鈴鐺喔 那下次有影片更新的時候 你會第一時間知道 謝謝 我們下次見